Hello 大家好 我是Bobo 現在就是我帶大家來到澳門中區 是一個可能只要是澳門肚身肚準的 澳門人都知道的牌子 偷偷地和大家說 一會兒還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我現在身處在澳門的旅遊重點區域 中區新馬路的一個交會點上 攝影師哥哥 跟著我 在我身處的位置 後面就有噴水池 這邊就可以去到觀光塔 再往左邊 可以看到澳門阿瑪拉前地 而大家準備好了嗎 馬上就要帶大家去另一個 充滿澳門本地特色的地方 由三馬路的中心這裡開始 沿著南灣淡路這個方向 左邊就是大西洋銀行B&U 右邊就是澳門西洋銀行BCM 一隻往前邊走 很快就會見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了 大家還知不知道 澳門還有甚麼澳門特色美食呢 除了豬扒包 牛肉肝之外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杏仁餅了 一會兒也有一個杏仁餅可以試吃的 但跟普通杏仁餅是很不同的 劇集給大家知道一點 它是辣的 而這款杏仁餅用到的食材 是澳門一個非常之為人所知 幾乎每一間澳門超市都有得賣 還有每一間澳門茶餐廳都可以吃得到 到底是甚麼食材呢 我先不跟大家說著 留有少許懸念才行 剛才提到噴水池 大家可能會不知道 噴水池現在有一個很特別的露天茶座 可以坐在噴水池的一側 一邊喝杯咖啡 一邊吃著特色小食 看著人來人往的地方 兩個字舒服 三個字很舒服 說到噴水池 在它附近的爛鬼流一帶 近年經過政府的大力支持 已經由舊式的旅遊 變成完全新式的旅遊了 除了各式美食之外 還有手作文創精品 日後可以去感受一下 舊城的氣氛 一邊打卡拍照 晚上還可以沿路通往附近的漢工廟 逢周末都有全屋唯一的夜市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看 往前走打卡半壁之後 就到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後面有一個斜路 上去就是澳門的大堂這個位置 上面又有另一座噴水池 而且還有一個聖母誕神主教堂 是向大眾開放的 來到的話不妨去看看 現在我已經是位於羅寶博士街的 澳門老人牌專門店的門口 大家知不知道 為何納爾會成為澳門特產呢 原來在很多年之前 澳門是很少有急凍的沙邊魚的 大家都是吃罐頭沙邊魚的 而把罐頭引入澳門的 就是現今店主的爺爺 引入的品牌就是澳門老人牌了 當老人牌沙邊魚罐頭來到澳門之後 其實是大大地改變了澳門當地人的飲食習慣 餐廳裡面會有辣魚公仔麵和辣魚包 其實都構成了一種新的中途飲食文化 直到現在 澳國老人牌在澳門已經有七十多年歷史了 來到我們這一代店主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人 開設這間澳門老人牌的專門店 換成澳門人對於沙甸魚的文化重視 大家要記住這個紅色門面吧 這就是澳東亞老人牌魚罐頭 在澳門開設的手間門店 跟我一起進去看看吧 大家可以看看這一邊 整幅牆都是辣魚來的 我們記得在這裡打個卡 讓大家近一點看吧 這裡的魚罐頭產品 不同顏色代表著不同的味道 包括七種口味的沙甸魚罐頭 五種口味的吞拿魚罐豆 和一款馬介休魚罐頭 這一隻 大家一定要認住 是最最最最經典的紅罐頭沙甸魚 是游勢陪伴澳門人的味道 沒試過的各位 一定要試下辣魚撈漬食麵的這個配搭 每一滴油都不會浪費的 是最最最貼地的味道 偷偷地和大家說 記得刷散所有魚肉才是最好吃的 如果你未試過 一定要試下 除了撈漬食麵之外 大家還有沒有想過有其他的配搭呢 還有還有 有一個大家可能不是那麼熟悉的產品 就是這個沙甸魚醬 經過倒碎發酵之後 再製作成魚罐頭 一開蓋就可以立刻塗麵包和撈麵吃了 有它 大家就在家都可以做到辣魚包了 在這裡可以買到整個 澳門最齊全的 蒲國老人排辣魚產品 因為除了一部份 可以在各大超市買到之外 在這裡還可以買到它們最新的產品 就是這一邊的特色辣魚手信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分別可以見到的是 特色松仔餅 招牌彈卷 辣魚小杏餅 和手工鳳凰卷 這幾款都是以澳門特色餅類為元素的 加了沙甸元素的產品 各位觀眾 很緊張的時間來了 就是我們的試食環節 我們現在要試食的就是這個 我們的攝影師哥哥可以看看 辣魚小杏餅 很香的杏仁味道 還有一股辣魚的味道 讓我試一口 吃到很香的辣魚香味 真的有辣味在裡面 非常之香濃而且鬆脆 這款小杏餅是經過手工製作 它裡面的杏仁各樣東西 全部都是人手加進去 再挑配成不同的特別味道 我們接下來要試的就是 第二款 就是老人牌招牌彈卷 它是迷你包裝 每一包有兩個彈卷在裡面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這就是他們的招牌彈卷 彈卷這種經典手信 一定不用多了介紹 但老日牌這款 加入了辣魚元素的彈卷 一定要嘗鮮 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有很多層的 哇 我不客氣了 嗯 非常之香脆 而且有很濃很濃的 蛋香的味道在裡面 還可以吃到辣魚很特別的香味 嗯 不過是老人牌招牌彈卷 充滿著很多辣魚元素 真的很值得一試 在這裡還有很多以沙甸魚為主題的 小食做壽賣 讓我為大家介紹其中三樣東西 就是我面前的你三樣 首先登場的就是炸沙甸魚配薯條 大家一定吃過炸魚配薯條 炸沙甸魚配薯條 大家有試過嗎 大家可以看看 哇 彷彿聞到那股香味 除了炸沙甸魚配薯條之外 還有一個特製的醬汁 我自己每一段時間就很想吃炸魚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拿著這個沙甸魚配薯條 還可以坐在店舖外的椅上 一邊吃這道小食 一邊看外面的風景 有沒有很有歐洲風情的感覺 好像瞬間轉移在歐洲 我們今天提到澳門特色小食 豬仔包 大家還記得嗎 說到豬仔包 當然少不得一大澳門美食 辣魚豬仔包 登登登登 看到裡面很滿滿的辣魚醬 一整片的辣魚在這裡 還有幾個味道可以給大家選擇 包括有茄汁沙甸魚 咖喱沙甸魚和麻辣沙甸魚 三款味道 第三樣 就是迷你和牛沙甸魚Burger 還有迷你豬肉沙甸魚Burger 非常可愛 是拳頭這麼大的Burger 裡面裝著的就是 他們自己手製的漢堡扒 自己調配的醬汁 這就是蒲國老人排延續百年的味道 我可以拳装 iteration 謝謝你 謝謝你 在他家裡 是蝙蝙蝙蝠性 我可以拳装 是創造型的 勞力 你放上去 做法 不開 你 感谢观看